继续来自卫山区的消息 世界生态器官就在家伙卫山 每年龙立白楼四季争奥 北方也只是当北方吹起的时候 就会有黄桃楼翁南产举 经过黄桃楼先不出家三国的时候 会随着起山翁顶面背 黄桃楼军体背景 最多一次可以得到1万5千吃 因为当地人称当地是逢逢逢逢 美境又被称为万楼掉风 黄桃楼过境太行船已经持续六七十当 天气好时 最后他们的位北台湾出发 图到太行船大家会不会四点至六点 由母书家三国北边欧南北 判算的位置 刚好连近当地观音楼太行严 你像万家黄桃楼参修时期的丢拜 年后背过太行严 以及当地黄桃楼并离开 那是黄桃楼的代表性就是我们那间观音玛楼 观音玛楼之后 他开始盘旋之后 开始就往 算是他对那个人生固定在走 往台南七股四地这个路线出来 八月到十月 因为天气从夏季转到冬季 那候鸟当然会壁冬 往南迁 那个叫黄头路 那大概这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去年调查总共沿着清水溪河谷 那在我们太行附近蓝千的候鸟 大概有十万多只十几万只 那一群一次它会成群结队过来 会列队过来 那一群最多像我们昨天观察的 就在昨天大概两千只 昨天就来了好几群 我们还要邀请国外的赏鸟专家 一起过来看 他们都说啊这个很惊艳 这个是国际级的一个生态景观 所以我们就配合当地 因为当地一个地方叫做地形 叫做凤凰谷 那它沿着清水溪上游飞上来的时候 刚好在那个凤凰谷上面盘旋 那黄头路跟凤凰谷 就取了一个很雅的名字叫做万路嘲讽 万路雕风看清世界生态机关 阿关处九月二十八河 二十九河雅基板 二雄一百阿里山 闲情意趣国籍修鸟大赛 今年有二十一堆国内外修鸟各区来参加比赛 今年主办单位就位竞赛奖品 包括高级望远镜 交流的秋月导游 台湾压教伪劣丁丁 相信新闻 甲雅峰 韦辰香 彩虹 彩虹 布登